各位同学好 我是凌文老师 你在荧幕上所看到的话 是凌文老师的资料库 今天呢 先自我介绍 我是凌文老师 一个热衷于线上教学的兼职工作者 为什么兼职呢 因为主要的工作是教书 我们今年迈向第19年 然后做这个线上教学是一个乐趣 OK 那凌文老师的APP 可以在Android跟iPhone手机下载 那Android手机你就到Google Play iPhone手机就到了App Store 打凌文老师 微风的微就可以下载下来 每天周一到周五 或周一到周六 会更新一张单字卡 欢迎您下载存档 其他有六七个付费的课程 再加上其他零零星星更新的内容 凌文老师尽量完成很多的更新 因为毕竟一个人嘛 一个人团队 就是凌文老师 从以前到现在最习惯的工作方式 那凌文老师APP更新方法很简单 你就用力在我的APP首页 用力摇晃就可以更新了 下面不只是十六个选项 总有二十四个选项 你往右手边还看到很多的内容 凌文老师提供的线上课的内容 主要是增加各位同学的国际观 如果说你同样的 你认为念英文 或者是考公职考试 托福多艺英俭 中级中高级 遇到考试的各种困难 欢迎询问凌文老师 凌文老师能够的课程 当作是一个对证下跃的方法 教学方法 那凌文老师会不吝啬向你做介绍 以看到各位同学的进步 好 首先我们来看到 今天我们推出的第一个课程 叫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 顾名思义讲的是 The New York Times的文章 所以各位看到这边标题 The New York Times 你们看到 Airbus A320 Jetliner at a company's facility in Tianjin, China 哇 中国大陆的航空业 越越欲试 这边我们看一个单子 叫Facility 你们发现到 凌文老师的讲解方法 学习效果是比较好的 说第一个Facility 这叫做设备 还是设施呢 答案是当然是设施 设备是equipment 设施是Facility 这里一定要背起来 而且第二个重点呢 一定采用复述型Facility 是 凌文老师出了一下呢 荧幕上的内建的字典 是凌文老师花了五年累计的功力 当然呢 还有光碟字典 光碟字典 各位看到 马上我输入这个关键字 重点就出来了 Facility 你看到没有 设备 这边可以当能力了 不过这边是复述型当设施 The Buildings and Equipment and Services Predited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是你看到没有 Shopping Facility 购物设施呢 好 所以凌文老师提供了第一个课程 那你听凌文老师就是 这总共下面介绍七个课程 每次讲解都是五到十分钟之间 周一到周五 好 那有些课程是周一到周六了 大致上一个月就有20回合的课程 都放在YouTube影片上面 就第七个是用声音档的方式来讲解 因为它会非常详细的解一个单字 好 说完解字呢 每个课程都一样都是100块钱 都是100块 一个月都是100块钱 所以你可以拒杀成塔学习各种东西呢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一混淆单字 顾名实义就是单字都长得差不多嘛 来我们看看这一排的单字 我们进到Google翻译 一贴就发现出来都差不多 你看中文都一样 好 我们再回来看看发音 Boss Overbearing Imperious Imperious Autocratic Dictatorial Authoritarian 你看到没有这么多发音 很接近的用法 我们听听看Google翻译的发音 不晓得能不能更好一点点 Bossy Bossy Overbearing Overbearing Imperious Imperious Autocratic Dictorian Authoritarian 好 大概有听到它的发音 OK 我们再回来 一混淆单字 着动更细部的介绍 像比如说 Imperious 从字面上呢 我也不熟悉 各位也不熟悉 不过你知道吗 它从哪个字变来的呢 这个字Imperious 叫蛮横专横 其实可以推理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字叫 Empire E-M-P-I-R-E 你一打 林文老师一打开发现 有趣的现象发生了 这么多的字 这么多的解释 你说跟D 你说跟专横 蛮横 有没有关系呢 对不对 所以林文老师解释 都会有道理跟你做解释 当然了 各位朋友还需要一个最统的事情 就是请做笔记 相信我 手抄 纯看是一个印象 真的印象要深刻 长久 要靠手做笔记 就看我讲完之后 把它手抄 再翻翻字面 慢慢学 不要担心 林文老师针对的现象 针对的就是社会人士 社会人士需要就是 戏 脚 慢 焰 聚杀 成塔 林文老师 你都慢慢在学 西班牙语系的 因为没有要求自己 一定要一天背几个单字 就是看 就是吸收 慢慢时间到了 就慢慢就都突破了 对不对 我们有一生的时间 陪着我们学习 单字网 着重在非泰杂志的一个 非当期泰杂志文章讲解 为什么美国公司 未能够创新 你看在七四回合 林文老师要介绍 你看一下 林文老师的资料库 非常的多 好 单字网 七四回合 你看林文老师下面 这都是我自己 讲解的脚本 所以帮各位朋友 收录了很多文章 同学常讲说 好方便 不用自己找文章 都不要知道 看什么文章 对啊 我订那么多杂志 都可以帮助各位同学 你看第七四个 为什么美国公司 未能创新 光荧幕上可以看到 林文老师 单字网就讲解 智慧部分 这样各位就可以 看下面的文章 就比较好懂了 因为不是每个文章 那么多的文法 而且通常主动 都在单字的部分 好 我们比如说 先看第一个单字 好 把它拿过来 adversity adversity 你要先知道 什么叫adverse 你看荧幕就出来了 那这个字 你知道它ver有自根吗 最详细的单字介绍 林文老师 现在成立一个新的单元 叫化天说地解单字 化天说地讲单字 都无所谓 反正就是讲解东西 让各位吸收的效果更好 好 再来 泰导读 顾名思义 解读time文章 劳工与机器 各位知道吗 到底未来的工作 这个机器是帮助你 还是抢做你的工作呢 你看time 47导读 所以我们先来看 我的林文老师的 资料库部分 这都是我收录的 文章这么多年 经济学院杂志 太导读 我们看太导读 老公与机器 找到了 你看到没有 这篇文章非常的难 我说太导读 有时候也不是我愿意的 他都讲几文章 比较那么难度 那林文老师的 New York Time 文章是比较简单一点点的 Economy是卡在中间 也说太可上可下 可难可易 要看状况 所以代表 总之告诉我们说 大概一年半时间 会有个科技的突破 但是到这科技的突破 会把很多的工人的工作 是不是从时就消失了呢 这部分在探讨着 好 经济学院杂志 我大力推荐 订阅这个课程的话 除了会收到 他的朗读 MP3整篇文章讲解以外 有时候广播节目 里面要探讨到 有专门一个 经济学院杰志 当期的讲解 他们会用中文来说明 那林文老师 把广播剪辑下来 他每次讲四篇文章 把它分成四块 然后就寄给每一天 一次的按照重点标题 寄给各位朋友们 像这边记得 Digital Age 数位时代 Rechina 伸出去伸手的时候了 他们接到很多的线上课程 林文老师都很开心的 哇 很多人在看 跟林文老师一样 利用线上课程 帮助更多的人 他们很多是免费的 不过不见得 这是我们台湾所需要 但是至少够什么 关英文 真是有很大的优点 好 电影 这边介绍 邪猫剑客 Puss in Boots 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东西 因为你们很多的对话 就是非常的好笑 好 林文老师推出了 话天说地解单字 这是建造的叫 Controversy 好 欢迎各位朋友们 到这个 林文老师的APP里面 有个叫话天说地解单字 你们去收听 那林文老师呢 也会有时候 除了这样收听 我还会访问学生 那对这个单字的词类变化 在念念 各位多听 多有印象 我跟你讲 林文老师的课程 最设施 你对单字 是有一点点印象 再背起来最快 如果你完全没有印象 对不起 那你非得认真查 文章查 这个英文杂志开始 这是基本功 林文老师最主要 就是有一点印象的人 你没有迫切的 这个压力的人 其实有迫切压力的话 你必须慢慢学习 没办法 天底下没有什么猛药 猛药都不见得有好处的 林文老师目的 教的这个 这么多线上 可能就是要拒杀成塔的道理 好 所以那 不过免费的课程 叫今天就结束 因为说我提供五个课程 从明天开始提供 是说属于付费的课程了 才能够收听到 其他就听到 林文老师简单介绍说 今天讲解单子什么东西呢 会讲解他什么样的词类变化 那我们在空中相会 类似像这样的意思 懂了吗 欢迎收费 总共七个课程 每个课程都是100块钱 所以你购买一个课程 一个月 一学一期就是600块钱 你七个全买就4200块钱 不过当然建议你 你要买部分就好了 只有少部分课程全买 他有很大的选择权呢 对不对 欢迎写信给林文老师 林威 一T 小老鼠 君妙 舔炕 好 努力 尝试 好奇 是林文老师学习最大的动力 像林文老师也练习 在iTunes上面买一些歌曲呢 发现音质不错 还使用了iMatch 不过每次使用到第三句的当机 我还在询问课程 突破这个问题 我觉得努力尝试嘛 对不对 人生就是学习嘛 如果你觉得听林文老师讲解 这么多的概念 你很好奇的话 欢迎您订阅 购买林文老师的课程 课程每个课程都讲解5分钟 有时人问说 老师为什么林文老师 没有把整个文章讲完 讲完花半个小时 相信我 你们早就睡着了 懂了吗 一篇文章 美国人文章有个很大的特色 前一段呢 就把很多的重点都讲完了 其他后面是详细说明而已 所以我们看个概念嘛 感兴趣再看详细一点嘛 好 欢迎您 记得订阅林文老师的课程 那我们空中再会 拜拜